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连条吧 sower端起来端口是8000 然后找一个空置台把这个html的起来 端口是80001 然后我们打开endix 因为我这个电脑endix一直开着 redis server也一直开着 所以说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我们到旅软器中去访问这个8080这个端口 我endix配置的是8080端口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 获取的这个API list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详情的 详情的也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作者页 作者页也没有问题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尝试绕国登陆去看一下这个ademy OK它会提示报错 报错我们看一下它返回了一个未登陆 这就说明我们登陆就已经成功 然后我们尝试了去新建一个博客 应该也是不行的 因为还没有登陆 提交 它也是报错 报错之后它返回的也是个未登陆 这个时候我们登陆一下 我们登陆张三密码先写个一吧 登陆失败的情况 提示登陆失败 登陆失败 然后写个一二三 登陆成功 我们从这里面到这个关联中心大家看一下 这个数据已经获取成功了 已经不但是错误了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博客 比如说使用QR2 然后在这里面内容写一下 然后创建 创建成功 然后我们编辑一个QR2里面 都加个A吧 随便来一点 然后保存 保存也成功了 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API确实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就是和日志有关的内容